這是陽明山的封櫃嘴 通常屬於登山步道中 其中最熱門的路線之一 不過今天從登山口處 卻掛出了突兀的聲明 表示禁止通行 他就用整修這樣 那他怎麼可以 想上山卻撲空 陽管處罕見貼出封山公告 看在不少登山客眼裡 別有用意 有看過像這樣的狀況嗎 沒有 對 他之前這個路 應該都滿流行的 假日都滿多人在走的 齊心登山王月野路跑 原定30號登場 卻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活動範圍六成鑒於園區內 當中還有古道為由 不給放行 雙方掀起角力 27號主辦單位宣告照辦不悟 到了活動前一天 陽管處出招 宣告部分地區修繕要封山 還將派警方現場取締 就是不給跑 主辦單位只好改跑 青山步道 陽明山近所有地區都是 屬於自由進出的地區 這個地區 它在國內不是管制區域 陽管處出大決 造成原先的27號退廢截止後 都還有900人參賽的活動 即便宣告暫停路跑 30號一早人有百人到場響應 跑者失望 主辦單位更質疑 宣告封山 依法該提前一個月公告 陽管處卻在前一天才臨時封山 目前是並沒有規範 那你萬一譬如說 你颱風來怎麼可能 或者是有緊急事故的時候 怎麼可能 很早就報第二屆了 那也是很早就知道 這個蠻受關注 就是沒想到今天沒辦法跑 陽管處間不放行 主辦單位宣布3號 才會擬定下一步該怎麼走 只是對陸權定義沒共識 要退廢要取消 要繼續跑 恐怕雙方還有得吵 解釋完小林佩軒 台報道